回到现场来关心卫福部设立了0402泰鲁阁号事故的捐款专户 民众也纷纷响应爱心 截至昨天的凌晨零点为止 这个捐款的比数有将近28万7千多笔 金额将近6亿元 但艺人徐乃琳则认为捐款是不是真的透明 落实到受灾户那可能是要商榷的 他认为不一定要捐给特定单位 主动找一两位对象去帮忙就好 艺人黄登辉也说他也曾想过这样的款项用途 到底有没有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后来干脆把钱换成了物资 看得到比较安心 面对各界对于款项运用的质疑 卫福部次长李立芬回应 会秉持着专款专用的原则 也有成立管理和监督委员会 让款项公开透明 在台铁泰鲁阁号发生出轨事故后 民众爱心纷纷涌入卫福部设立的捐款装 截至7号晚间为止 已经涌入28.7万笔捐款 金额将近6亿 只是这些捐款也遭到外界质疑 会不会被妥善运用艺人黄登辉这么看 捐去他用在哪里你不知道 所以其实后来我会比较倾向 就是把钱变成物资 我们的钱没有不见 只是变成了帮助别人的样子 就看得到的会比较安心 真的有机会可以帮忙到 我还是尽我的力量 针对这次的泰鲁鲁号出轨事件 艺人纷纷发生或捐款送暖 而艺人徐乃玲日前也低调表示 捐款是不是真的透明 落实到受灾户可能还要商榷 他认为不一定要捐给特定单位 主动找一两个对象去帮忙就好 对此卫福部回应 目前网站有设立捐款专区 每天早上11点会定时更新捐款比数和金额 也会定期公布均款的名册 让捐款公开透明 专款专用 强调会成立管理及监督委员会 同时聘请外部社会公正人士参与 下周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议记录也会度外公布 要让民众清楚知道自己的爱心 有没有被妥善运用 记者纵倒